Hi 大家好,這裡是飛線信,我是Jason 在用Mac的時候我們常常會開啟很多的應用程式來進行多工作頁 在這些視窗之間切換來切換去是非常常見的事情 而今天要介紹的AutoTab是一款免費的視窗切換工具 比原本的Command加Tab更加的好用 那它到底好用在哪裡? 我們先來看看原本的切換方式有哪幾種 那這些方式又有哪些缺點? 第一種就是直接點擊Duck上面的icon來進行切換 這應該是最多人使用的方式了 畢竟有東西就擺在那邊,非常直覺 如果同樣的應用程式開啟多個視窗 可以改點右鍵開啟功能選單 在這選擇其他的視窗 或者是點選顯示所有視窗 透過縮圖的方式來預覽更加容易選擇 那缺點就是有一些視窗是選不到了 像是一些在背景運作的軟體 它們的設定視窗就會選不到 第二種是開啟指揮中心 可以用鍵盤快速鍵 或者是Function Key來開啟 或是使用觸控板三指上滑也可以 用這個方法就沒有選不到一些設定視窗的問題了 但缺點是如果有多個空間桌面 它只會顯示這個空間桌面底下的相關視窗 如果那個應用程式不在這邊的話 就要先切換到它對應的空間桌面 然後再打開指揮中心才能找得到 第三種就是按下Command加Tab 多按幾次Tab來選擇不同的應用程式 按下BackTab則是往回選擇 這個行為跟Windows的Auto加Tab非常的相似 缺點就是在選擇的時候 只會顯示一個應用程式的icon 相同應用程式下面如果開啟多個視窗 就沒有辦法選擇到更多的視窗 那同樣的它也有一些視窗選不到的問題 而以上這三個方法的缺點 都在AutoTab得到了解決 安裝好AutoTab之後呢 預設的開啟安全組合是Option加Tab 那我們就先進入偏好設定 在控制裡面選擇快速鍵1 將裡面的按住Option改成Command 就可以取代原本的切換器了 接著到快速鍵2 這邊預設是指對目前使用中的活躍程式做選擇 那我們一樣將按住Option改成Command 這邊調整完畢之後 就可以開始按住Command再加上Tab 切換應用程式了 按Shift則是可以往回選擇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游標或方向鍵來選擇 取消的話則是按下Esc 選擇時可以看到所有類型的視窗 包含那些不會顯示在Dark上面的 都可以在這邊選擇得到 相同應用程式如果開啟多個視窗 也都會獨立顯示出來 並且會用縮圖的方式表示 上面也會標記應用程式的icon 因此在選擇上非常容易辨識 如果只想要專注於相同應用程式間 跟其他的視窗切換則是按下Command再加上Backtip就可以了 另外也可以到設定裡面 將外觀底下的 將分頁顯示為視窗打勾 像Finder如果同個視窗底下開啟多個分頁 在AutoTap也會變成獨立顯示 除此之外將游標移上去 你會發現幾個非常熟悉的小功能 像是離開應用程式 關閉視窗 最小化 全螢幕 直接點就可以對這個視窗進行操作 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步驟 而且這幾個功能也都支援鍵盤快速鍵 跟你平常習慣的方式都是一樣的 有了AutoTap的強化之後 在切換應用程式的時候 有更明確更快速的方式 讓原本不是那麼實用的comand再tap 有了更好的替代方案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